哎 兄弟 我这都要下班了 你说你要个什么手机 有多少个一算呀 哎呀 我算千一算 我喜欢一台13PRO啊 三千一算 大哥 你这预算太少了 我给你整不了 哎呀 王文姐 我都关着你好久了 这个承受无所谓 但是那个电池要高一点可以吧 哎 行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找一下吧 那你稍等一下 我进去给你找找啊 来 兄弟 你要的便宜的13PRO 你看 我给你找了好几台 你不是要最便宜的吗 像金色的话 要比其他的颜色都要便宜吧 我就给你拿金色的 然后你要电池高的话 我看一下 哎 拿这台吧 这台的话是90%的一个电池 你看可以不 这个 那比我差一点橙色呗 这台的话是95星啊 你看边框有一点点的使用痕迹 但是没有什么大磕大碰啊 可以不 这个95星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这个橙色有点差呀 这哪里差的 不是兄弟啊 你刚才不是这样的 你不说橙色无所谓电池高就行吗 你如果说要其他的 这个是98星橙色好一点 但电池太低了 才87 还有其他的颜色 这还有个82的 你看都这么低呢 这是最好的一个了 就拿这个吧 而且你看 你像带一个手机壳什么的 根本就看不到了 天边大壳都没问题的 可以 那可以吧 就这个了 那这给我什么价啊 这个的话我算一下啊 便宜100的话 那就是给你这个价可以不 可以啊 那什么时候的安排发布啊 一会儿我给你带回我们公司 然后质检 像没有问题的话 会给你带上咱们家 一百八天的质宝 还有钢化膜手机和一些配件 全部给你带去一起顺风给你发走 可以啊 可以啊 好那我还要给别的粉丝打电话 就先挂了哈 谢谢大家